在北海岸有一群热爱创作的艺术家 从去年开始就特别选在北海岸最冷清的季节 坚持在寒冬中举办联合作品展 而今年迈向第二年 25位艺术家再次攜手办展 造就了第二届的北海岸基因展 目的就是要以热情的创作能量 再次温暖寒冷的北海岸 北海岸基因呢 我们今年是办了第二届 那去年也是一样 故意是选在一个寒冬里面 我们来办展览 那我们都是邀请在地北海岸在地的艺术家来参展 那去年的部分我们是办在那个八甲 石门八甲三彩柴肴的旁边 就是在故意在一个柴肴旁边 有一个熊熊烈火温暖的感觉 那今年我们第二届的话 我们是选在富基于港旁边的一个 很不起眼的民宅 那他这边是叫做原人生活 25位来自不同领域擅长 不同媒材的艺术家联合班展 选在富基于港旁一间不起眼的 民宅咖啡店作为展场 而展场招没有特定的陈列规则 跳跃没有规律的摆设方式 正好也呼应着艺术创作家的热情奔放 以及随心所欲 那我们这一次跟去年不一样 是这次的参展阵容更多了 我们这次有25位的艺术家 那有各种不同的媒材 那在艺术家比较多之外呢 我们也是一样希望说在 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天气呢 在北海岸在最冷的时候 我们要办一些活动 让这边能多一点人气这样子 对此策展团体北海艺创理事长表示 挑选每年北海岸最冷清的时刻来办展 试图在寒冬里为北海岸带来温暖 这也宣示了艺术家有着 就连东北季风也吹不走的坚持 而第二届的北海岸景影展 将持续到明年1月初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前往感受一番 这群充满任性的艺术创作家 所要带给观众的热情创意饗宴 记者廖品函师门赛访报道